豆豆交易日 考你口才和策略 目標成為最富有的豆籠 每位玩家派發五張牌成為手牌 謹記 任何時候你都不可以改變你手牌的順序 一位玩家成為當前玩家 順序執行以下三個階段 種植階段 玩家必須種植手牌入面的第一張牌 然後第二張牌可以選擇嚴越種植 最多只可以種植兩張豆牌 將要種植的豆牌 放在玩家的一塊田入面 每塊田只可以種植一種豆 所有玩家可以隨時收割豆田上所有的豆 按豆的數量獲得對應的金幣 將豆牌反轉就是金幣 將剩下的牌放到一邊成為棋牌堆 交易階段 在牌庫頂分開兩張豆牌 並與其他玩家交易 只有當前玩家可以與其他玩家交易 交易回來的牌必須馬上種植入田入面 除了已經種在田入面的豆牌 任何豆牌都可以被交易 補牌階段 在牌庫抽三張牌 放到手牌的後面 然後輪到下一位玩家 當牌庫沒有牌的時候 將器牌堆洗均成為新的牌庫 當牌庫用完三次之後 遊戲結束 擁有最多金幣的玩家獲勝 交易最考玩家口才 適時做一下蝕本的生意 阻撓其他玩家交易 都是策略 同時要好好安排手牌 要不然 需要種豆的時候沒有田 就得不上失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來吧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